我们也可以引用什么引用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那因为那个VBA里面没有conif 没有conse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VBA刚好也要用到类似conif这样的功能 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写 其实也很花时间 那不如怎么样直接来引用那个什么 引用那个Excel里面的conif 但是 操作的方法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几个地方 如果他本来名称 你可能要写成range 名称给他 也就原来是一个范围的 你一样嘛 反正只是把那个范围改成一个名称就可以了 另外呢 但是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说 后面假设是单一个栏位 我们本来一栏里面也会定义的话 那个你就不能直接用range 因为他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不能用单单指什么range 像我们原来的这个公式里面 像那个号码 号码这个你恐怕就不能用range号码 才会出错 那怎么办 你就用那个salesi 就是我们原来的写法 用sales的方式来写 你就不能用那个名称 不然会出错 OK 细节部分 我已经把它写完了 把它刚刚花点时间 把它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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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话 其实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应该跟 其实看到 看起来表面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点下去 有没有发现 里面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什么呢 一个公式 OK 有没有发现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担心 尤其你的那个 那个工作表的那个出生格的量非常大 你如果一直丢公式 会有一个 可能的问题发生 就是说那个因为公式一定比结果 资料多很多很多 所以有同一时间就发现 那个档案说膨胀的好大好大 然后越跑越慢越跑越慢 就是会有档案变大 效率变差的问题发生 那那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用类似 怎么样 这个方法 所以那个是方法一 是很快速的 可是 缺点就是说 会容易造成档案膨胀 跟效率变差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可以 用 第2个方法 方法怎么 至于怎么做 我这边已经有写 把写好的 直接放云端给各位参考 我这把它放在 我们云端这边 我有把它写 用那个 引用也是有函数的方式写 这边就有 Application Wash function 当然你如果要用的话 直接贴上应该就可以run 另外顺便讲一下 其实程式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个叫 Application.wash function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很冗长 所以你会觉得说 假如说 如果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把它 去掉的话 那这样 只有开头一个 其他去 去掉 那程式会变比较简短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做Wish Wish它的写法是怎么样 我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Wish是 应该如果你们在别的地方应该会看 就是说如果开头都是这个物件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物件 放在 它的 最开头的地方 然后加一个Wish Wish意思说 那我后面的一律都会以这个 这个物件开头 所以我就把Wish Application.wash function把它搬到这边 复制一个 然后记得 结尾的地方 加一个 EndWish End 一样 反正有 有点像是那个if 有一个Wish 然后有个EndWish 并且把 中间的这四行程式 按一个Table 因为它是它的下一节 这样会比结构比较清楚 不然有时候看到头 不知道尾巴在哪里 如果你 像刚刚没有缩牌 这样很累 像我看程式 我以前帮同学看 我一定会先把它缩牌 唯一就一目了然的 否则的话我真的不加缩牌 很难 真一下看 懂那个程式 然后再来最后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只要什么 把Application 一样的东西 删掉留个点就可以 Delete掉 有没有 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delete掉 只要 但是点不能拿掉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 突然间 程式应该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 所以Wish 假设 像刚刚那个Shit 有没有Shit 有没有Shit也是一样 Shit很多个 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Wish 比如 Wish 什么Shit 刮虎什么 那个VBA VBA 有没有 那你以后 只要有个点 后面就表示是 什么呢 开头是那个 在那个工作表里面的范围 或那个工作表底下的 那个什么 出唇格 一样的方法 当然你这个方法你不加也没关系 只是说这个方法主要是让程式看起来比较简洁 两个比对一下 所以我有把 这个Wish的方法也一样把它一并 放到这个云端上 所以这个是云端说 说短的 这个是没有的 其实应该我想这种 也不难记 只是说多一个写法 让你的程式看起来 越 看起来越舒服 不然的话你不做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差 只是 程式一样照跑 只是说看起来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OK 所以这些都 这些方法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回去的话反正就是多练习多做 久了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 程式写来写去你看我们顶多 都不超过10行的 最重要是一定要不能写错 程式就是要100分 这个没别的诀窍 不然的话你只要写错一个字 哪怕只是一个点一个刮糊 一个拼字错误 他就是不能弱 你一直按他也没用 你就是不能弱 怎么办了没关系你就拿我云端的来改算 有没有像之前同学还是一直出错 他后来 发现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接拿我云端的程式 贴上修改 他觉得这招最好 那当然没关系 如果你实在是怕打错 拿范本来修改是最好的 可是你不能一直只是拿别的范本 还慢慢的话要再提升自己的功力 好那再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 这两段我把它放云端上 请各位自己找一下 那再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做出什么 我不是要格式化 而是要把这个 这个有甜颜色的号码 不是不是格式他 Intel color 而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 帮我放到这边来 放到哪一个呢 放到F栏的 第2列开始 只要找到一个 就往下放一个 OK 那程式怎么写 其实我列一下 就大概这样一个清楚 这两个其实功能很简单 那以后你们要做报表也是一样 反正报表其实就是把 你需要的data 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面 OK最好是自己归纳自己整理 自己全部都自己填上去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然后自己再把图画出来 每天都这样按下去自己动 是最好的 可是问题你要 这个前提就是 你要把你的那些逻辑整理好 然后写成对应的VBA程式 真的就可以办到 其实并不困难我觉得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很多的 你的很多的力气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 你找到的资料 放到你一下 放的位置 这个动作其实就一行 中间关键就那个等号 后面东西就放到前面去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很复杂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写 一样先在那个 VBA里面 先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模组 这个我就不讲 插入一个sub 这个sub 我们从头写好了 这个sub也许名称叫前期名 其实如果以后你要写 甚至你也不用插入 程序啊 什么前期名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写这样 打一个sub 然后前期名 底下东西的话这个也不用 其实你只要按个enter的话就好了 他也会投尾帮你做好 那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写什么呢 其实你直接拿那个格式化 VBA这一段拿来改就好了 我把它拿到这边来改 那改哪些呢 E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 这个固定 那再来的话呢 if 他的那个 一栏里面的资料排名是小于等于7的话 刚刚是把它怎么样 颜色变更为 什么呢 这个黄色 那我现在不是哦 我现在是要把找到的这个资料 这个A栏的资料其实就指的是这个12 放到哪里呢 放到F这里 那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放到哪里的话 请你在前面加个等号 他要放后面 他是要被复制的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的就是那个F 所以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前面 这边改成F就好 F的哪一列呢 不能I I的话就变成他跟他同一点 变成放到13 不对 那我要放什么放2 但问题来了 你现在呢 当然你现在放 你第一次12放过来 是放在这里 但是你下一个找到的 一又放在这里 又怎样 盖掉了 所以最后把它弄一下 弄一下 变39 为什么 因为只会留下39 所以这个关键地方是 那我应该做什么呢 我应该是 没找到一个 我就把它放2 然后下一个变3 下一个变4 下一个变5 一直让他递增 对不对 所以关键来 怎么写很简单 一 请你把 你要放的那个列 在第一行地方给他一个初始值 给他一个 K好了 或者其他名字 K K等于2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值的初始值 第1次是放在第2列 所以把它改成K OK 所以第1次的话 他一定会放在这里 那后面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呢 当他已经放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下面再加一行 什么呢 让他 把那个数字 加了1之后写回去 加1之后写回去 所以 K怎么样 等于什么呢 K 加 1 这样就OK了 程式改完了 OK 是不是这样 特别之后 他本来2嘛 加了1之后丢回去嘛 所以变3 所以下一次他就变F3 那3之后呢 这变3再加1写回去 变4 所以下一次就变4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这个这个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很多地方 程式也是这样写 一直往下放 OK 也没 所以其实啊我刚刚指的是什么 把 这一段格式化 把它call过来改 改什么地方呢 把原来这个没有 后面东西删掉 前面加个等号丢到前面去 加个K K初始值等于2 因为他从第2列开始 当他往下 放一个之后K加1回去 2就变3 3就变4 一之类推 好 那我们来run一下 看这样结果 我可以执行 第一次放第2个 第2次放 3 4 一之类推 就完成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吗 程式并不复杂 我 这段程式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用到 那后面清除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 F2 到F8 后面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点 Clear Contents 这样子清除就OK了 所以最后的话 你把它变成按钮 前七名 清除 大功告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我提到那个Application 点Walkshoot function 如果我在VBA里面要引用那个 这个 那个那个Excel里面的Count If函数的话 那两种写法 一种丢公式 一种就是上个礼拜 我讲到Application.Walkshoot function 也可以做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把那个 我刚刚做的那 前七名的按钮 试着做做看 如果我看过了 我可以做到那个 那种 我可以做到那个 有什么 我可以做到那种